上一集呢咱们讲到了 家带和杜成他们一帮人来到了上海 参加当时苏博的一个 当时这个庆典 开业庆典 没曾想在当时广埔区 把一个叫傅强游厅就给砸了 你看砸完之后 杜成他们扬上而去之后 人家傅强在医院里边不乐意了 毕竟在上海这么长时间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砸自己的店 而且把自己打成这样 于是一个电话就打到哪 打到四十城 给当时景丽大哥打电话 他们的关系不错 景丽大哥这一听 自己老弟在上海这边出事了 也是自己曾经说许诺过的 在这边有了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这不一下子景丽就跟当时这边的大伟 这不就说这事吗 两个人打到当时北京 直接就干到哪 干到上海来了 到上海 一是帮自己的一个兄弟趁头 第二个呢 也是到上海这边 走自己这个圈呢 交集圈吗 那你看 说这话 来了 这不到上海之后 跟谁呢 跟小勇大哥他们在一起 包括当时这个乔大伟 包括当时那个谁啊 当时那边的景丽啊 往那边一坐 景丽拿电话说 那谁我给谁 我给杜建军打电话 说建军也跟上海 包括那个高强 送那个宋高强 他们都在那边呢 我打电话 这边小勇大哥 那就打电话 不是他俩过来吗 跟上海那边 也相当牛逼的人物了 也好使啊 那是两大家族 一个电话88188 就给当时这个 当时杜建军就走过去 杜建军一吵 他俩跟高强他们走得比较近 哎 说景丽啊 打电话了 哎 说那个建军啊 你搁哪呢 我搁上海那边呢 说我也在上海呢 你啥时候过来的 说今天到这边呢 没有跟你打电话 那个什么 我跟那个小勇哥 我们几个在一起 还有一个大哥 四周常呢 我们都搁这一块呢 你在勇哥那边呢 勇哥讲话 你让他过来 让他直到咱们那边搁哪 说那个勇哥叫你过来呢 咱们到那边坐一坐 行 你让不来 你跟他等了 我这边过去 跟那个高强 八大一挂 那你看 这俩人搁这边坐了 当时那个杜建军说 说那谁 说北京的景丽来了 说在小勇那边 勇哥那边呢 说咱俩也过去吧 俩一吵嘛 说那过去吧 来上海了 咱们肯定得招待招待呀 说咋的有事呀 不知道 反正突然之间就来 说北京还有一个大哥也来了 这帮人呼呼啦啦的 全在勇哥那边集合了 在那个当时那个哪啊 当时别墅里边 到别墅里边之后 大家伙面围相聚 一打大挂 勇哥 说这边的景丽 这边一吵 说介绍一下 这是大伟 北京的乔大伟 哎呦我天呐 哎你好大哥 一握手 往这边这一坐 几个人跟这面面相聚 讲话说咋的了景丽 你来上海 咋有事呀 景丽讲话的 我一个弟弟 那谁 富强 那不是葛黄虎那边 说坐那个游戏厅吗 本呐 说昨天让人给揍了 让我过来看看 我现在到上海这边 我沿沿看怎么长 说好像什么苏伯呀 老苏家的人呀 动手了 啊 往这一吵 这边相聚讲话 不行我打电话呀 当时这边都见 当时这边都见军就说话了 你打啥电话哥 那这不是打咱们了吗 他不是老苏家那小子 在那边看那个什么 红红那边 不是在那个 徐慧那边 开那个一董会 俱乐部是吧 你这么呢 不用打电话了 一般少了我 旁边有我老弟 爸爸也过来 哎大哥 你带点人去 直接给他砸了 玩事了吗 你直接把那个 他们几个谁动了手 谁那个拿的 你问问那个傅翔 你带傅翔过去 看咋不吃 这这点事儿 还用咱们几个亲自出面吗 到那边直接给他砸了 他用的就不咋的 他不得挺的 不用哥 谁都不用 就让罗虎去 那个警令啊 大哥你早知道你给我打电话 我早就给你办那事儿了 昨天你就应该给我打电话 我先到上海 我看看 不用看 小事儿 老苏家可 这个上海他挺不起来 不好使 那让罗虎去办呢 啊 往这一吵 让罗虎办 咱几个给这吃点饭 咱还用说亲自出面吗 让他去 往这一点头说 那罗虎就去吧 罗虎 直接打电话 找当时那边 那个大洋他们一帮人 人不捞扫 直接来到当时这个医院 把当时傅强给接到了 傅强一扫 也不扫 说虎哥来了 罗虎堂啊 说哪 说那个天豪一总会啊 对天豪一总会 到那找了去 直接呼呼 挺多人 第一有百八十号人 直接就合到哪 合到徐位 今天这是再过一天 头一天 马上第二天人就开业了 他们这帮人巴巴 就顶到当时那边天豪一总会 外边车就来不捞扫 你说车都顶到这的时候 外边横七竖八的 往车上这一下来 这帮小子拿着搞把子 拿着篮笼 就来拆底店来了 往楼下这一来 直接就往屋里边就穿 正好当时那边建东 就在这个屋里边看见了 他们个隔壁那边的酒店 这屋里边都是自己家的人 包括有一帮大哥起来找的 就上那个酒店那边 那个叶总会唱歌啥的 也有 这不是他就给这 维持继续吗 完了忙前忙后的 一瞅外边突然来这么多人 建东这一瞅 当时那边建东一瞅 那赶紧就往出来 直接带着人 啪啪就顶到外边 当时建东瞅一眼 说哎哥们 说干啥的这是 整这么多人 跟这啥意思啊 这菜店啊 楼梧瞅不瞅吗 你是干啥的 说我这边 我大哥 那个素伯 我给我大哥摆点事 我是他兄的 说哥们有啥事 咱们不能说好说 说整这么多人 跟这面面相聚的 再说那这影响多不好啊 说哥们你是哪的 往旁边瞅不瞅不 傅乡一瞅啊 傅乡那人来了 这边当时楼梧 两个人是他吗 他打着我 他打你了 对 他跟他那帮人一起去的 小子你当时动手了 是吗 我动不动手 是两桌 我动不动手 哥们 有什么事 咱们可以说聊 我动手了 我不对劲 但是我们可以拿药费 你这是上来 你这横击书吧 我们这边明天就要开 开业了 你这讲的 我们以后 这咋见别人 说大哥这边就搁旁边呢 有啥事 咱们慢慢说行不行 慢慢说 你是个屁 你搁这说话 顶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现在不是慢慢说的事 我先干你 干完你就砸店 我看你大哥苏博 出面又能怎么呢 直接往那边说话 呼拉一帮人 在当时对边那个酒店门口 那就围着挺多人 直接对边一说话 指着当时对边的谁建东 我揍他 那家呼拉拉 挺多人 八八就围着建东 对边来 你想 你再能干 你毕竟这帮小的吧 都是一帮那个看厂的 而且人家是作业社会人 人也多 家伙事也全 你二来个人跟这一吵 瞬间居然给灭到这儿了 甚至有的给站不到这儿了 直接建东哥这边 围着当时这帮门口这边 讲话 谁都不能进 谁进就踩着我过去 踩着你过去 楼虎上前 哭通就一下子 几下子 几个人上去 就把当时这边建东就给漏倒了 你说建东哥门口这边爱干 苏博呢 搁酒店也知道了 因为就离得贼近 不到五十米 这边聚集这么多人 有兄弟就过来了 说那个 伯格 说咱那第二行出事了 苏博正好和渡成他们那屋里边 曾经说咋出事了 出啥事了 说来外边来老多人了 吵到架势行 是要干账 干账 找杠去 他们往这不来 这边当时建东商摟倒了 摟倒之后 拿着当时这边的啥 高霸子 曹建东 你不硬吗 谁你都敢招惹 不想你打哪 是跟谁混的 你不知道 你不自己不颠颠 老苏也可上海 为止你站的溜逼啊 汤汤就一下 直接走当时大坡港那边 给当时那个建东给打得够呛 给建东直接撂倒之后 也给打得逼迫吊散的 往那边逃不动啊 直接拿着家伙事 往建东那边 你不是能给那边指手画脚吗 今天我就废了你 我就把你手直接给你干舌的 俩的手都给你干舌的 罗虎拿的东西 直接奔当时谁 奔建东的胳膊上去 哭通就来一下子 那是狼的吧 砸胳膊上一下就得砸碎的 就要往下砸得出 杜成他们几个 包括苏伯他们 直接就喊上 干什么了 来来来来 有啥事送我来 别动我兄弟 往这一下子 直接把东西就停在半中央了 往这背头一走谁啊 苏伯 杜成 加大 他们呼啦一帮人 直接又渴到跟前 往跟前这一扒了 哥们 咋的 看你啥事啊 说你这么的名不长达 你带这么多人来欺负人 是不是他们有点婚女为了 杜成哥这边吵眼 你想死啊 罗普这一乐 杜成往后一吵 呀 说这不是我 揍的你小子吗 叫什么那个傅强吗 往这边吵不吵吧 啊 你替他趁头来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个事已经没完了 哥们 你又敢敢碰地下这小子一下子 我让你碎石万段 我杜成说的 往这边吵眼 你是干啥的 海南岛的大哨 我叫杜成 来 这个地下这小子就是我兄弟 我看你怎么碰他 剑东是我的人 吓死我了 哦 海南岛大哨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多牛逼的人物呢 我以为苏博后边站着谁呢 就站着你啊 怎么的你挺硬啊 我告诉你 上海的地方 你市龙都得爬着 市虎都得握着 只要你脚迈进上海那一步 你就得给我削鼻听了 对了 你别跟我得瑟 我告诉你别跟我得瑟 我不跟你得瑟 拿东西 你拦得住我吗 拿着当时狗帮 你敢动 拿着上去 哭通一下 直接给当时谁建东的胳膊 那是狼头砸的 啪就一样 给建东嗷一声 直接胳膊就给砸碎了 往这边一吵 杜成当时懵逼了 吵不吵不 加带一吵啊 哥们 说我们跟上海老汪的关系不错 跟那个上海老白的关系不错 跟外局他们关系不错 你这他妈打完了 哥们你想死啊 这回你肯定是跑不了 你不问我听 你认识谁 今天这个小子 他到台语厅 他到这游戏厅 他惹事了 我今天就干了 你们身份不一般 我在这我不逗你们 但是你们也听令 你看我大哥找不着你们 这个人我今天拿定了 那包括今天这个天后一种味 苏博的茶呢 我也砸定了 红火呢 砸 那家困惑呢 直接这里边砸呀 直接拿着这个郎头朝肚子 到这个胳膊上去 啪又一下子 罗虎直接就给当时那谁 给手给干了 往那边肚成了Y1去见 吵不吵不当时那罗虎 你厉害啊 你厉害 引力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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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着喊引力豪 引力豪呢 哥 引力豪这不是回去了吗 打电话 现在要引力豪来 往那边吵不走吗 哥们你别走 罗虎家伙 我不走又能接不着的 我不走又能把我找什么地啊 再说了 走不走是你说的算吗 咋 往那边自己咋 成哥他们这一退 这边当时苏博吵没吵没地下 当时自己兄弟 成哥 杜正姚你别跟我说话 苏博 我这个事我自己吧 一个电话打给引力豪 引力豪啊 你在哪呢 我我可在跟他喊了 跟小乔我们几个在一起了 你现在把你这什么 所有人给我交到一起 马上到天豪应总会来 我在那边让人给欺负了 让他们让人给喊了了 有人把我兄弟给废了 你赶紧给我来 哥 马上到 马上到 巴一挂 乔哥家伙咋说的 成哥那边打得鸡眼了呢 别说别的 把咱兄弟等到一起 赶紧的 天豪应总会出事 这不说的话吗 引力豪拽着不少人 毕竟离这远 你到那边得半个来小时 渡成这眼瞅他们 给那边哐哐砸 砸了十多分钟 把一路砸水就不通 砸得稀不烂 人家对边当时谁 当时当时那个 罗虎讲完的 走 渡人们你上哪啊 留个地方吗 渡人们一吵 说这话罗虎讲完 你怎么能 我就搁这个游戏厅 搁这个 黄埔 在黄埔游戏厅 你随时随地可以来找我 我跟父娘在那边 兄哥们 你在那等我 你看我去不去 我等不等你 往这边吵 打这帮人 这一上这个巴巴 就回到呢 回到当时黄埔游戏厅 连走连电话 都打给谁 打给杜监军的 监军接的 哎 罗虎 事办的咋样 哥 动手的那几个人 该打的都打了 地儿该打的咋了 但有些人我没敢动 咋的没敢动啊 说有个人 他妈身份挺不一般的 而且他咬着我不放了 说那个问我在哪边 我直接提了 在那个 说咱们那个游戏厅里边 等他 行 那不没事吗 你跟他等了吧 嗯我知道了 巴一波 小永安说了 说咋等了 监军 没啥事 那个你们待着 我出去办点事 你干啥去 你们待着 我出去办点事 办完事我就回来 不用你们管了 往那边一吵 这边一吵 就问你 你啥咋呀监军 不用谁都不用管 我出去办点事 直接出来 啥都没说 直接磕到游艇 到游艇 挪回找 就是个 咋的人来不来 说那个意思好 要往这边干呢 来了不少少回人呢 让他来 我看谁这么牛逼 跟在上海 这么说上分的话 我看谁能搁这边好使 往那边坐的 杜城这边 当时以利好 他们就渴到位了 到当时那边杜城跟钱 呼啦一帮人就围到这了 加了仰话 说找不着人谁啊 找不着万孩 我来不及了 杜城家 我来不及了 我必须得干呢 什么汪海 什么白象 什么当时爱君 我谁都不找 我就在以利好 我在上海 我看谁能把我 结巴怎么的 走 上那个哪 上伙母去 这边一上车 当时那边杜城 吵不吵不 地界当时那边建农 因为他对建农 印象挺好 带自己吃个玩乐的 你说因为自己的事 把建农干这样 杜城能就不生气吗 成个假言 仇言 懂了 哥呢 对不住你了 但是你记住老哥 今天把话给你撂到这 今天这个事 哥吃定他了 我要是不让他 当着面跟你道歉 我要不把他 跟你讲的比你还严重 我杜城以后 没有脸在上海待着 以后我就上了这地方 我又不来了 以后你见我杜城 你就说我是狗懒 就行 往车上 这帮人啪啪的 直接就渴到当时黄埔区 到了黄埔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包括当时杜建军他们在一起 会踏出什么样的火花 预知下局如何 请郭正老弟 下局嘎嘎精彩 1 2